十月八號禮拜二在台南棒球場進行的比賽 最後統一7-11師隊是拿下了重要的一勝 也把這個魔術數字的M5下降到了M4 這場比賽最終是4比1 擊敗了兄弟相對 也看到單場的最有價值球員是 Nelson Figueroa 費古洛 特別感人的就是今天其實費古洛的爸媽 他的家人有來到了現場 最後再拿下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還跟爸爸來了一個愛的抱抱 當然也是恭喜費古洛 拿下了單場最有價值球員MVP 那也想請費古洛選手來 也來關心一下 今天當然就是費古洛的第9勝 放進了口袋 而至於在另外一邊 兄弟相對的陳歐文投了8局 最後是吞下了敗頭 終極成功則是方勝 救援成功則是坎諾 勝利打點是劉富豪在5局 那是超前比數的安打 全力打則是高國慶本籍的第6法 在今天的兩場兩地這個打完之後 那最新的一個下半球技 這個戰績表 勝差表也帶大家來關心 統一師隊呢 是把魔術速度稍微再下降 而現在是M4 至於在Lamigo 在今天的比賽 另外一地是擊敗了異大犀牛 那勝差跟統一還是1.5場 至於在兄弟相對的部分 現在有點被拉開了 目前變成三場的一個落後 而至於一大落後第一名的 這個統一師隊在下半季呢 是有5.5場的一個勝差 在明天的比賽啊 當然這個統一跟兄弟相對呢 這兩支球隊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的 那至於在成金湖球場呢 還有這個一場比賽 而至於在這個全年度的部分呢 這個統一師隊 也是超車了啦 因為今天呢 在另外一邊一大輸球 統一師隊這邊又贏球 所以今天南台灣的兩場比賽 也讓全年度的這個排名呢 出現了變化 施力軍呢是超前 現在在全年度呢 是半場領先一大犀牛 而至於在這個 南米哥的部分呢 目前是四場的一個差距 那兄弟相對呢 則是八場的一個差距 施力軍呢 能不能夠一口氣 拿下下半季的冠軍 而且全年度如果第一的話 他們是直接打進冠軍戰 這也就是接下來 在這個禮拜的補賽週呢 是相當的重要 每一場比賽呢 我們來電視網呢都會為大家做現場的直播 也請大家不要錯過 明年呢 這個巷師呢是修兵一天 那明天還有一場比賽是在陳寗湖球場 南米哥派出林柏佑 而易大則是派出馬克 也請大家呢 到時候呢是準時的鎖定我們的現場直播 這場比賽的總工作到這邊 也要完全的告一段落 非常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楊正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